有一个东西就可以了 好 然后就直接输入一下 假设我今天输入 按新增 那有中断点 停下来 停在这边 OK 那这个时候呢 R 就是104 然后向下我就 按F8 101就出来 有没有 那这个所谓中断点就是 我还不确定说 跑出来结果到底是什么 我可以先 那再来的话就是 接下来就是 B栏要放什么 B栏就是放姓名里面的东西 我是梳理给AA 所以就把输出F8 AA就过来了 再来输出什么 输出生日 再输出什么 血型 那血型就CB01 反正就好像一个萝卜的坑 这个很简单 所以很多工程师 每天写的就写这个 反正就对应起来 Mage 没有错就好了 所以以前每天写的工作 就做这些事情 就是要细心 而且其实还蛮机械化的 做一整天其实很容易累 为什么 因为要非常聚精会神 不过写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 好像慢慢可以轻松一点 习惯之后 其实好像感觉也没有很困难 只要一个萝卜一个坑 做错了怎么办 没关系 你就再改就好了 在中断模式 如果有错误 你可以马上改 OK 然后A 那再来的话 这个 这个地方特别重要 是门号 对不对 其实门号可以怎么做 可以用我们刚刚写过那个手机函数 手机函数呢 我们是放在这边 对不对 在这边 那可不可以引用它呢 可以 因为它是public 所以表单 如果要引用这个手机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丢给它三个东西 那三个东西刚好是什么呢 刚好就是我们刚刚写的那一段 刚刚写的这个 就是 TST03的TESA 分别把这三个东西丢给这个函数 它会帮我怎么样 帮我把那个资料给 把资料给输出 这个 这个 不好意思 刚刚停掉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一个一个把它跑完之后呢 那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值一个一个一个的把它放到这边 那最后呢 我多了一行 这一行 什么意思呢 因为如果说我今天游标 假设我这边 游标 如果 是在上面的话 当你输入完资料 你可能会不知道 到底有没有输入完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设我今天这个 这一行没写的话 这一行主要用意是 当我全部填完之后 再把游标移到最下面 OK 如果你没有这一行的话 变成到底有没有输入 你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一直按 不知道为什么 就像我这边 demo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如果我今天多了这一行 这一行是 哪一个出生的点子类者 假设我不执行的话 是单引号 执行 比如说我今天 假设一样 输入一个 OK 这个 然后 里面 输入完之后 当然如果你按新增 它没有跳到下面去 那其实你会 confuse 到底有没有 不知道 再按一下 一直按 然后会怎么样 其实关掉之后 你会发现 实际上已经 ctrl向下 已经输入很多笔 但是你不知道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加了这一行之后的话 其实它就会自动 怎么样 帮我停到 这个储存格 那叙述的方式就是 在这个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 sales A栏 的这个储存格 点slate 这意思就是说 我停在上面 OK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最后这个地方 就是可以把资料给写 写到那个 我们的最下面一列 OK 试一下